热乎乎的一口酥刚出炉 上头贴上金箔 但黑黑的表皮 其实是野生的乌鱼籽 标榜低糖少盐的乌鲸酥 才是这道甜点正确的名称 选用四两野生的乌鱼籽 不但油脂厚度很饱满 但做法却很繁复 要先剥皮 经过泡酒 最后经过炙烧手续 把乌鱼籽的香气全都逼出 过年的时候大家家户都好乌鱼籽 那我觉得乌鱼籽怎么把它融合 在我们的糕点里面呢 我就是其实跟我们团队 研究了好几个月 那我觉得乌鱼籽 其实是一个送礼很好的味道 然后海味跟甜 那个油皮油酥加起来 是非常融合的 炙烧后的乌鱼籽 经过磨碎 还要与熟成的面团二次结合 最后融合天然发酵的绿豆馅 让每一颗乌鱼籽 每咬下一口都呈现柔软绵密的口感 酥很香完全没有鱼腥味 然后我觉得如果配咖啡或茶饮 应该都很适合 吃得到它的层次吗 有 一开始入口就是非常香 然后味道的层次 慢慢就是会不断地涌现出来 而过年了民众发发发 吃腻了传统发糕 不妨来一点酒酿桂圆蜜枣发糕 那些满满12种中药材和食材 纯手工制作虽然耗食但烘烤时间 全靠师傅的真功夫 其实每次拜拜发糕 拜完之后都硬掉不能吃了 我在心里面想说 小时候很贪吃嘛 为什么觉得拜完都硬掉 所以我就用糕点去融合 把发糕这个东西放在里面 然后又可以拜拜三天 然后晚了之后还可以吃 因为这个其实是可以放在常温三天的 将年节的乌鱼籽融入糕点 传统年味蹦出新口味 应景的小点心 增添不少年味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